《謀殺官員》第三步 《物理教師的時空詭計》第五十三章 高棟一個人坐在辦公室不停在尋屍 如果張一昂他們調查結果沒有疏漏的話 即是胡海平案發當日 兇手並沒有進入單元樓 這樣兇手只能用遙控器去操縱石板的跌落 據單元樓對面的用戶說 他看到石板是樹在六樓 石板的份量很重 要將石板推下去也需要花很多力氣才行 如果是用遙控裝置的話 小型的遙控裝置是不足以將石板推下去的 這樣又是甚麼呢? 現場找得很仔細 唯一發現的就是在六樓外牆發現了一塊奇怪的鐵皮 莫非答案就在那塊鐵皮上面? 胡海平和邵小兵這兩單案的兇手 犯罪手法都是聞所未聞 尤其是邵小兵這單案 到底是怎樣才能令邵小兵自殺呢? 到現在為止都找不到線索 但高棟相信 拋開黃寶閣這單案 短時間內 胡海平和邵小兵這兩把手遭遇到這樣離奇的犯罪 手法從來未見過 兇手肯定是同一個人 他既然能夠這樣做出這麼大單案 而且將邵小兵這單案做到匪夷所思 必然他用石板把胡海平打死 不是靠運氣而是有充分的把握 如果殺死胡海平的時候 兇手處於灘源流裡 靠雙手把石板推下去 這樣當時他一定是站在擋乳板上 如果是這樣目標明明太大 石板掉下去的時候 發出的聲音很巨大 對面單元流的人會看過來 不可能會注意到擋乳板上有這個人 所以當時這個人站在擋乳板上是沒什麼可能 而且用手推石板的話 推的時機和力度把握很難確定 不可以擔保一定會踏中胡海平 如果兇手身處在單元流裡 又沒有站在擋乳板上 這樣站在窗裡 用木棍諸如此類的東西 將他推下去 也沒什麼可能 因為胡海平走到單元流比較近的時候 六樓室內的兇手根本上是看不到他的 所以也沒辦法判斷到當時是否推塊石板下去 兇手既然沒有在單元流裡 而是用搖控裝置去控制石板的跌落 踏死胡海平 這樣這一切就容易解釋了 只要控手事先地計好胡海平平時回家走路時候的速度 再計算出石板跌下來的時間 定好地點 當胡海平走到這個點的時候 再操作搖控裝置 將石板向下推 這樣就會踏死胡海平 一塊樹立的石板跌落的過程當中 要做一個翻轉運動 再做一個自由樂體 根據上一次大學教師所說 如果兇手沒有翻轉運動的計算 當時是自由樂體計算 最後的誤差 很有可能這個誤差會導致 胡海平沒有被這塊石板順時地踏中 計算翻轉速度所需要的時間 涉及到微跡分 之前高棟只是懷疑 現在結合邵小兵這件案的兇手的表現 還有他的犯罪能力 高棟幾乎可以肯定 兇手一定是接受過大學教育 而且記得大學裡面的微跡分 身份很可能是大學畢業沒多久 又或者是現在做工程師 或者是學校老師這幾類人 就算單憑確認兇手身份 那也是不夠的 茫茫人海這三類人在院裡真的數不清 如果要逐一調查的話真的沒辦法 對於胡海平這件案 關於那個鐵皮和遙控裝置 他還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推快石板下去需要力度 遙控裝置的體積都不會小 這樣這個裝置放在哪裡呢? 這個裝置兇手事後又怎麼拿走呢? 不可能 高棟否定這個想法 因為兇手在五樓那裡拖玻璃甲 他是想被警方誤以為石板就在五樓那裡跌下去 這樣多此一舉的背後 必定是隱藏著一些真實的證據 如果兇手犯罪之後 可以很輕易地拿走裝置 如果警方知道石板是在六樓那裡跌下來的時候 又會怎樣呢? 是不是會抓住他把柄呢? 所以兇手的裝置必定還是留在樓上的 答案肯定的就是在六樓 但是六樓他的牆角只剩下一塊鐵皮 這次犯罪又怎麼實現呢? 高棟吐了一口氣 他太多事情想不明白 從胡開平這件事的調查來看 現在高棟掌握的線索 只有兇手是一個知識分子 而且有車 當然車也可能借回來 但是就單憑著一個知識分子和應該有車 這樣兩條線索遠遠是不夠的 他的思緒又回到邵小兵這件案 毫無疑問 胡開平這件案僅僅是兇手安裝石板 又操作石板跌下來兩件事 而邵小兵這件案 兇手顯然做了很多事 浪費了很多時間精靈 總體來說 留下的線索哪一件會是突破口呢? 先說家裡 家裡的地已經拖過 但是沒有辦法判斷是兇手拖的 還是邵小兵老婆當日拖的? 高棟認為應該是兇手拖的 沙發上面又少了一塊座墊 間隔一個座位的座墊下方那裡 又被匕首捅了很多痕跡 這條線索顯然莫名其妙 用匕首捅了沙發是什麼意思? 沙發一塊皮子爛了 裡面的海綿也沒有少到 除了這樣之外 就是邵小兵講金條少了三條 這樣確實是一個疑點 但如果是兇手拿走金條 短時間裡面也不會直接把金條變賣 就算兇手現在手頭緊 保險箱裡面還有現金 他拿走了一些也看不出 現在人手又不夠 等那些時候再聯繫各個單位 在周邊的金譜問一下有沒有人出售金條 但是這樣又會太遲了 之後就是大半夜的路上 少少兵務車開著大燈 車上的遮陽板又反了下來 根據最新的認證報告 開車的人不單在小區那裡拍不到面部 沿路所有的監控都拍不到他的面部 這樣說明開車的人一直把臉向後靠 沒有被監控拍得到 而高棟對比過之前邵小兵開車的習慣 他開車的時候一般都坐得比較直 而且不會向後挨 但是基於這一點 顯然開車的人只不過是穿著少少兵的衣服 但高棟判斷開車的人一定是兇手 最後 沿路加夢拍到的車並沒有去過其他地方 而是直接開到沙灘 跟著這輛車在沙灘那裡轉了幾個圈 留下了不少的車痕 但是最後 這輛車出現在一公里之後的漁村那裡 留下少少兵在沙灘上自殺的現場 而且現場保存得極其好 腳印也非常清晰 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疑點 他老婆憑空地消失了 憑他派出警犬和大量的警力四處搜索 始終都找不到他 高棟躺在張椅上沉淫了很久 看來邵小兵這宗案 他的犯罪地點出現過幾次的變換 每一次每一個地方都令人想不明白 而且最詭異的就是 還有一個保存在很完好的自殺現場 突破口應該還在自殺現場那裡 高棟拿出文件袋 把所有現場拍攝的高清圖片全部拿出來 一張一張從頭到尾再仔細地看過 這些相片他已經看過無數次了 但是沒有任何的新意 只是功夫不負有心人 這一次他終於發現到相片裡有些不妥的地方